这是什么问题啊 就这一辆车 我俩来了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等了有15分钟了吧 就这一辆车还没下来 我问那个就是工作人员 他说没问题 换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换啥 反正就是这车不下来 这车他妈的绝了 这他妈跟你玩一样 总有八周 他开了多少公里 他开了172公里 我就遇到换电bug 就遇到这个摄像头固扎 你看现在他这个 有卡吧 就一直盯着主甲 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了 他只抽我 不抓了 我从地上出发 根本不需要重新找信号 我这个导航就这个样子 气死我 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他的重新规划路线 多乱 是正经路吗 他现在的态度显示 也是有问题的 而且现在我让nomi 帮我退出导航 他就好好使用 nomi也失灵了 你重新消失 根本他妈就不理我 这是什么车机啊 这是 过去 你妈 我清新的车啊 我 你 你妈 hello大家好 我是Jike 本期视频呢 是未来ETC长测的第一期 在正式开始之前啊 大家容我一小段 我想先和各位啊 说一下我做这个系列的原因 说实话 我觉得车啊 一定要长测 才能够系统的和大家分享 尤其是对于现代的车来说 一方面车的单价都很高 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去购买一款车 我相信都是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 那一辆车的使用周期也一定是很长的 要知道一款手机的平均换机周期 都得两年多 我觉得汽车是远远远远长于这个时间的 大家可以弹幕打一下 各位家里的车已经开几年了 另一方面呢 现在的很多新车电气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虽然意味着很多车可能会越来越智能 但同样也意味着很多传统汽车上 几乎不会出现了问题 在现在的车上很有可能会非常困扰你 看完这期视频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那还有一点 就是我非常讨厌买了一个产品 就开始做品牌的股东 那我从来不会说自己买了啥 为了不打脸不丢面子 就硬吹或者不说缺点 我的主力机一定是我吐槽最多的 手机如此 车也一样 那我们工作室呢并不是专门做汽车类内容的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像很多 头部汽车博主一样 一年买很多车来测试 不过随着我开始购买汽车 我觉得自己花真金白银购买 并且真的是每天都在用的汽车 也可以和大家好好分享分享的 所以欢迎大家收看 未来ET7的第一期长测 本期视频我会分享一下 我选择这辆车的原因经历 和开了第一个月一千多公里的体验 哪些地方未来做的很到位 哪些地方未来表现又很拉胯 我会毫无保留全盘拖出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视频 请一定要多多点赞转发一键三连 那我们正式开始 未来这是我作为车主想对你说的话 首先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辆车 要知道我买这辆车 哪怕选租电池的方案加上保险 全落地下来都40多万了 这个价格已经能够买很多好的车了 我也确实去看了 在油车里我觉得这个价格区间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宝马5系了 我在宝马5系和未来ET7里 真的纠结了很久 最后选择未来的爪远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不喜欢赛斯店的服务 我知道现在赛斯店里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销售 我没有攻击这个群体的意思 但是在我看车的过程中 确实遇到了有个别销售 就差把你能买得起吗挂在脸上了 而且赛斯店购物车啊 什么优惠啊 金融服务啊 保养维修啊都得谈 我个人是真的不喜欢这个 我不是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我是觉得我是消费者 我不应该去操心这些 反正呢我对于买车加价 包括有些优惠不谈就不给 这种情况呢很反感啊 仅代表个人意见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确实很喜欢 蔚来ET7在上市之前给我打造的感觉 啊那个内饰的设计风格我真的超爱 隐藏了出风口隐藏了氛围灯 内饰的用料和布局等等 有人竟然说这个车的内饰是毛批房 我真的不理解 难道你就喜欢前排非得就都是屏幕吗 那包括我在深圳 我也看过蔚来的牛屋和换电站 总之吧在订之前呢 我确实很喜欢这辆车和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 所以去试驾以后脑子一热直接就订了 极光绿配色白色那是首发版 那订完车以后呢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我是4月底订了车 当时销售和我说6月底啊大概率能提 但是到了6月份呢销售和我说可能得8月底了 然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销售和我说 我订的那辆极光绿没头了啊 原因呢竟然是未来没有极光绿和南极星蓝的车漆了 这我真的不理解 你说你没芯片了我能理解是吧 我也能接受 这就像你有时候去饭店啊 然后人家告诉你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道菜呢没材料了得明天 可以啊没问题 但你一个车企 你造不出车和我说是因为没车期了 这就好像一个饭店说做不出菜了 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盐了一样 反正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吧我觉得这事挺魔幻的啊 可能真的是供应链有难处吧 懂行呢可以分享一下 但我之所以8月份还能够提车呢 我有一个朋友呢想从ET7转到ET5 我看了一下车机是白色的内饰金沙米 其他的配置和我选的都一样 而且金沙米的内饰后来我们看实车是要比白色更好看的 所以呢我们就接受了我从订车到提车的整个过程说实话体验是一般般的 不过未来的销售服务是很好的啊非常帮忙沟通呢也很友好 那提车以后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也提了ET7也都是白色 所以呢我去了小特的超级车间给我这辆车改成了雅灰色 又给天窗贴了反射膜目前整体来看效果是不错的 这个灰色大家觉得如何 那该搞的都搞定了就开始正式用车了 然后就开始了一段非常非常非常抓麻的体验 一开始都很好 我们检查了这个车的做工 没有什么磕碰藤木的部分 公差也明显比我朋友的第一批要更小 座椅也没有什么褶皱刚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总之都不错我确实很喜欢这辆车内饰的感觉 它也很有高级感很开心啊提车了 但是开着开着就发现不太对 这bug也太多了 我遇到过倒车的时候360影像全部失效 我遇到过倒车的时候360影像莫名抽动 我遇到过开车的时候 Nomi突然转到一个方向一直看着你 不管谁叫都不好使 我遇到过怎么都换不醒Nomi 检查了唤醒词和功能设定都不好使 就是不理你 最让我烦的是我遇到过好几次 明明正在导航一切正常 突然定位就开始飘移 然后不停的重新规划路线 并且抬头显示也一起跟着瞎显示 那你们想想 你开着新车听着歌 突然定位就飘到河里去了 这合理吧 而且它出现bug的频率太高了 真的是太高了 以上这些还都是我拍下来的bug 我没来得及拍下来的bug呢 比如转向灯闪动频率变了 比如未来这个自动亮度调节 和他妈的10年前的安卓机一样 还有倒车影像的线路指示和实际动作慢了一截 人脸识别忽快忽慢 各位想一想 一辆50万价位的车 一辆50万并且宣传质感和智能的车 这种用车体验换作是你 你能满意吗 并且我在用车期间 因为遇到了很多bug 也体验了一下未来的专属服务群 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有一次我在高速上 Nomi又只看主驾了 我一出收尾站 我就想 这玩意能不能快速重启一下车机 我解决一下再走 因为Nomi这玩意你平时看的挺可爱的 但他如果一直盯着你看 也挺烦人 但我不知道未来ET7车机的快速重启方法 然后我就去群里问 结果就发现 这个群里的工作人员 他并不知道实际车主的购车型号 他给我发了一个应该是 ES6还是ES8的这么一个截图 然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操作 最后我说我是ET7 他才告诉我 现在ET7并没有快速重启的方法 得你下车离开他一段距离以后再等几分钟 我觉得未来这点真的要提升一下 我这只是第一辆未来 而且你这个车本来就主打智能 我觉得这个服务应该知道用户的具体车型 而不是用户发现了问题 你随便堆一张图过去 由此我也发现了未来在服务上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们群里的人很多 但每个人对功能的理解和认知是不一样的 比如前段时间未来不是推送了他们1.1的大版本更新吗 我就发现我这个车没办法升级 那里显然是灰色的 然后我就去群里问 为什么 第一个人和我说 你需要重启车机 第二个人和我说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升级 得等一等 然后第三个人和我说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账户不是激活车辆的账户 因为未来是支持家庭用户的 家庭用户的权限极高 但是在升级大版本这还是有区别的 我一个问题 三个人给了三个答案 用户一个一个试 到了最后一个才发现是对的 你说 这体验好吗 还没完啊 换电 这个是未来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我开这辆车一共拍这期视频的时候 一共放了四次电 我和你说啊 这个换电在体验顺畅的时候是真的好 太舒服了 包括前段时间我自驾去珠海 中途路过一个服务区有换电站 你想想啊电车 跑高速的时候 本来续航只剩200多公里 到地方了 你需要再找换电站 那现在 你只需要花上个七八分钟 还是顺道直接满电 这个体验太好了 不过啊 我可能也是真的不太幸运 我开这一个月一共换了四次电 有两次是体验不太顺畅的 那我第一次换电 身边的两个换电站全部出现了故障 他们说的问题好像是这个车换完电以后 哪个灯不亮不工作 还是什么 没太清醒 反正是有问题 我真不知道今天未来怎么了 我们跑了两个换电站 他都说正在维护 然后有问题了 不是维护是有问题了 是之前换的车下不来 然后新来的车换不上去 然后我现在我车里我喊nomi 他完全不理我 给大家演示一下 嘿nomi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未来的服务器出问题了 我靠这天太差了 第二次换电 我到了一个换电站 上面的车他就是不下来 然后我问工作人员 他也不说有故障 就说再解决 我就干等了20分钟 到最后实在不想等了 又换了地方去换电 就这一辆车 我俩来了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等了有15分钟了吧 就这一辆车还没下来 我问这个工作人员 他说没问题 在换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换啥 反正就是这车不下来 唉 这个换电体验 属实是有点拉呀 所以呢我可能真的是太倒霉了啊 我不知道未来换电站具体的可靠性如何 那希望我只是这段时间倒霉吧 以后的用车换电 我希望真的能够顺畅一些 还有呢就是未来这个续航预估 极其不准 或者说极其不稳 我观察了一下 有时候它挺准 可能就差个几公里 但一旦上高速 经常要打6到7折 有一次最夸张的时候下了点雨 我250多公里的续航 实际开了50公里 到地方就只剩150多公里了 基本上就是对半开啊 我知道电车在高速区间会更耗电 但你这差点太多了 我不知道这个预估续航能不能优化 但目前未来的续航预估是很不准的 跑室内还可以 但一旦上高速 我建议你用表显续航乘6到7折来判断 下雨的话甚至削5折 这个体验你觉得好吗 那肯定不好啊 我用了这一个月呢 遇到了这么多问题 在有一次我又碰上导航飘移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觉得这个车太傻逼了 我甚至觉得我都是傻逼 我发了条微博就痛批未来的bug 因为这个车机体验过于糟糕 不夸张的说 我从高龙到现在差不多10年时间 用了这么多电子设备 未来的车机是最不稳定的 问题最多的 出现频率最高的 在这里我也打个补丁 我知道肯定有未来车主看到这期视频 可能会不开心 弹幕或者评论肯定也会有 我也是一T7 我咋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呢 你是没遇到 但我就是遇到了 我也拍下来了 我也不是做假 对吧 确实是存在的bug 所以这一点咱们就求同存异吧 好吧 发完那条微博以后 我去睡了一觉 然后我醒来以后 我好多朋友和我说 未来的人要我的联系方式 包括有未来的人直接来加我 当然了我们都是友好交流 真的是友好交流 交流完以后 我知道那天是他们系统 一个大版本更新 还有发布会 我当然说行吧 那可能给你们的工作 带来了一些小麻烦 但我的实际用车体验 它就是糟糕 这就是实话 那和我沟通的 未来工作人员的态度 也确实很友好 他也表示了歉意 也说啊 未来是一家和用户 共同成长的企业 他们马上就要推通新系统 大版本 到时候推荐我再试一试 两天以后 我就升级了新系统 然后又体验了一周 有一说一 进步很大 我前面提到的所有bug 至少在我这一周的用车里 没有再遇到过 并且像是换挡响应 面部识别速度 被动安全 甚至是行车质感上 都有明显的进步 我为这个结论负责 这个大版本的进步 确实很大很大 这辆车现在用起来舒服太多了 所以啊 结合一下我这一个月下来的体验 接下来就是我要对 可能在观看这期视频的 未来工作人员说的话了 我非常诚恳的说 你们明明能做好 能给用户一辆体验过关的产品 为什么你们要牺牲口碑 拿出一个明显还没有调试好 还没有准备好的车 就上市呢 和用户共同成长 这个理念 我认 我也喜欢 不是一样怪气啊 我真的喜欢 我觉得这也是智能汽车 新实力的一个体现啊 就像我不喜欢赛赛的服务 我喜欢很多新实力的直营模式一样 这确实是进步 你想想 一辆车随着你使用时间的增长 不仅没有变旧 还变得更智能了 有了更多功能 甚至驾驶的感受都会发生变化 这多好啊 但是和用户共同成长 不是让用户给你调试bug 比如你NOA要过段时间上 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我完全能接受 我不觉得这是画大饼 这种非常重磅的功能 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 需要收集更多的用户声音 但是我一开始就需要一个稳定 易用的车机 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这个是底线 是基础啊 而且我其实都不算是一机器的首批车主了 我光等车就等了一个季度 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提车了 你用了这么长时间 到我这的时候 一开始前还这么差 你们觉得说得过去吗 你们造的是车 是一辆售价不便宜 并且宣传品质感和智能的车 我认为未来要改 你们要是真的倾听用户声音 你们就要对首批车主更加负责 我不管你们用多好的硬件 用多新的平台 把一个完成品交到用户手上 就是底线 日后能升级 能OTA是加分 但不能让OTA成为拿出半成品的借口 而且这个话 其实也不仅仅是对未来说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势力品牌 宣传的时候主打智能 结果车机修个大半年 一年才能用 你们不觉得这种行为是消耗用户信任吗 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吗 这期可能说的有点重 因为我一定先是一个车主 再是一个博主 我希望我的用车体验它能好 能满足我的需求 我希望它以后不要再出现什么bug 所以我才说的重 就像我刚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处在一个国产智能手机崛起的时代 那时候国产手机一抓一大把的问题 做工工货产品力品牌等等等等 现在我工作快三年了 我发现我处在一个国产新能源崛起的时代 我也有幸能够承担得起这类产品了 那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反馈去指出这些品牌存在的问题 说实话这些品牌目前还都处在初期 还都很稚嫩 一味的褒奖没有什么意义 指出缺点弥补问题才能进步 最后我们中国才能留下一些有竞争力的新能源品牌 第一个月未来ET7的体验并不能让我很满意 更新大版本以后目前的体验可以说降入佳境了 这就是我的车 我还会花很长时间去体验它 所以接下来肯定也还会有这辆车的长测视频 下期我应该会着重分享一下这辆车的其他方面 比如升级后的稳定性和驾驶感受 包括辅助驾驶和内饰等等等等 看到这儿了 大家如果觉得这期还可以 有你赞同的观点 求各位别白嫖了 给个点赞评论一键转发 如果你还想看ET7的长测视频 别忘了再点一下关注 我是HI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个好运 拜拜 欢迎订阅 我再给你看 我问我 我问你 你还有准备吗 你这种相似的